劇集《白色强人2》开始进入尾声了 今日 陈豪 郭俊安 胡定欣和马国明等 再次现身宣传活动 吸引大批粉丝支持 一众演员在场大派礼物之外 在台下还见到定欣的粉丝 穿衣衫袍迎接她 还预祝定欣9月的41岁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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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过去几年都因为疫情 我都没有搞生日派对 变相都两三年 没有跟他们一起过生日 所以藉着这次《白色强人》 最后一次的宣传 特意又做了一件e-sample 写了Dr. Yip 很甜蜜 希望我们《白色强人2》这个结局篇收视 再折折上升有一个好的成绩 剧组近日派出定欣和马鸣 即场捐血助人 首次捐血的他们都显得分外紧张 在场用心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 放回合适合的姿势配合 刚才是有点紧张的 还有真的有很多朋友 在场有很多朋友去见证着 今次的捐血 还有我的朋友都很好 因为我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是做护士 变相有他陪着 也会特别着安心 其实我捐血是第一次捐血 第一次捐血 但是我经常抽血 昨天才抽血 因为我昨天年年验身 所以对于这些针我已经完全不害怕 所以我跟他们说 我昨天抽了血 验身 今天还能不能捐血 他们有个护士很好 他说他帮我衡量了很多东西 他说你可以抽血 可以捐血 所以我就捐 是他帮我黑衣没有捐太多 因为我昨天抽了血 但是他很验手 不同还是 我看着他 我实际有Soy的感觉 有Soy的感觉 因为我们白色强里面有一场戏 Soy就是跟小朋友 一路聊天 一路跟他做手术 就是做链针那些手术 蒋洛文在8号风球内习当日 出发去澳洲工作 但马铭当日竟然没有延伸送机 我们看看他如何解释 你为什么不送他 送他 因为公司有车车 所以我不用送他 8号风球 担收 那他们 机场 我都拍过冲上环燒的 是 所以如果机场 机司衡量过那些风 是可以起飞的 其实一定是安全的 如果是不行的 就一定会停了一班机的 就是你很细心 在背后已经查过了 是啊 是啊 其实香港的机场 就是航空公司 每一个机司 很严谨的指引 他怎样起飞的 所以是安全 一定安全 那有没有考虑过海外结婚的 我们其实还没想过 但在我自己 我挺喜欢在海外 因为在香港 就好像做表演 你知道我们艺术 好像做表演 我就觉得如果在海外 可能就有多些私人 真的私人的感觉 就会好像私人一些 就不会像一个 有一个 event 做表演 给人看 剧集开播以来 受视令人鼓舞 剧中的感情关系 令观众关注 有不少增风挟草的场面 而在戏外 《安仔》也对陈豪 有点微厌波 电影的收视 的feedback 都非常好 我觉得观众 都挺喜欢这部戏 很多人喜欢阿Mo 不是 都是你 不是 我拍的时候 已经知道阿Mo 那个作用 那个化学作用很好 因为它是帮我们 整容的剧情 是 令到我们大家 很舒服 有紧张 也有阿Mo 所以阿Mo 总之她一搞事 就很轻松 但又觉得她 哎呦很惨 知道阿Yen 要和YT結婚 那一幕 我觉得 哎呦 她进来医院都很激 其实都是 究竟是为了 真是 为阿Yen 一大部分 她一开始都说 那其实 阿Mo 会不会离开 明城北呢 那就是 是啊 但是她也有很多艳福 女人当圆的 那个角色 我应该和她 现实生活很相似 哎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看她的样子 应该都走不掉 哦 那你仔 你讲一下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Vincent 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人 是一只小鳥